福宝被安排住在脏乱岔的圈设,这是从目前流出的偷拍照片中大家能看到的信息。 忠心也马上回应了,说这照片确定是偷拍者所为,目前已经报警,待调查结果出来及时公布。 当然,偷拍肯定是不对的,但是不能避重就轻,管理水平不行,公关能力也弱。 看图片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就是福宝,那为什么会住在如此不堪的圈设呢? 是忠心圈舍不够还是其他原因呢? 在福宝回国后,所有人都能感受到,大部分人对忠心都是给予褒奖,夸他们的专业程度和细心呵护国宝。 各种做法都是贴近民意民心的,每次的隔离简易日记呢,也更新的比较及时,这样也满足了大家对福宝的关注。 虽然视频拍摄质量一般,但是最起码态度在那,作为福宝或猫粉其实都是支持并夸赞的。 并且大部分猫粉也相信,忠心的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是积极并且善良的,也是发自肺腑的去照顾国宝,为他们愿意付出的。 并且也赞同并支持忠心对于偷拍福宝这件事及时报警。 但是,为什么现在舆论这么大?偷拍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,作为顶流的熊猫福宝,这次回国带着一大波流量也是一大波财富。 没有人会相信福宝会住在这种地方,和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 难道是忠心圈设不够,我想应该不至于,这就完全暴露了忠心管理水平的问题了。 福宝的居住环境其实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,现在感觉福宝过得都不如压压,更别说小奇迹了。 最后希望严查偷拍者,并且希望忠心能解释照片中福宝的居住环境的问题。 我们都希望忠心的管理水平能达到国际水平,里面的每一个国宝都是最好的状态。 我们都希望忠心能解释照片中福宝的居住环境。